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的第一件羽絨衣 也是唯一的羽絨衣 就是Mountain Hardware的Ghost Whisper 我買的時候是一代,然後現在已經是二代 像這件是二代 那當然會買這件的原因就是因為 剛開始爬山的時候 我有在看,現在也有在看 就是美國的一個評比網站 叫做Outdoor Gear Lab 它的綜合的評比分數是 在很多件的羽絨衣裡面 跟很多的大品牌來比較的綜合分數 它是第一名 事實上是我剛剛看 到了現在2021 它一樣還是第一名 好,OK 所以說我就買回來了 不過呢,我最喜歡的還是它的重量 它很輕 像這一件呢,它是女款的XS號 它的重量是210克 我穿的是男款的S號 差不多是230-240克 OK 不過呢,那這麼輕夠不夠保暖 其實羽絨衣它的保暖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羽絨本身的蓬鬆度 就是Feel Power 會被簡稱為FP 再來就是 這一件羽絨衣它填充了多少的羽絨在裡面 好,這一件它的羽絨的Feel Power是800 容重的話原廠沒有提供 所以說就不曉得 不過以我本身自己穿 在台灣來說 就算是血跡 那我都是穿這一件 那當然真的冷的時候 我會再帶另外一件化鮮的中層 OK 好,我是這樣子來搭配 所以說呢,原則上 我在台灣 穿這一件 其實就很足夠了 這一件的羽絨 它們有做 特別的抗絲處理 然後它的面料呢 就是它的表布呢 也是一般的抗絲裂的尼容 也是一般的抗絲裂的尼容 雖然有做DWR 就是防潰水處理 但是有些羽絨衣 它已經有用到 像Protase 那個輕量化的材質的表布 防水的表布 但它也沒有 所以整個來說 它其實並沒有 特別的防潰水 或是特別的抗絲 好 不過呢 首先呢 我是不太會穿著羽絨衣走 除非是很冷很冷的天氣 剛開始起燈的時候 因為如果說 在台灣 不是特別冷的時候 能夠穿個羽絨衣走 我覺得就表示 這個羽絨衣 它不是很保暖 好 因為我們走 本來就會產生體樂吧 然後再來就是呢 如果說是在一早起燈的時候 通常 因為台灣的 就算是高山的環境 還是有一些地方 植皮比較密 或者是有建築 那就入水 那我就 這個時候 我就一定會穿著羽衣走 對 因為 怕濕是一個原因 再來就是 它的表布還是比較焦嫩一點 我怕會去破掉 所以說就還是會穿著羽衣走 因此 防水 抗絲 就不是我在挑羽絨衣的時候 最主要的一個考量 我的最主要的考量 還是它的重量 跟它的保暖度的比重 OK 好 那 講到中層保暖衣呢 我的第一件是這一件 就是一般的刷毛的保暖衣嘛 那後來因為要開始 輕量化 那我就買了羽絨衣 好 然後呢 後來開始雪季在爬山 或是在比較冷的天氣的時候去高山 那有的時候風很大的時候 還真的會很冷 那我就買了就是化仙的 中層保暖衣 因為化仙跟羽絨比起來 就是它比較抗風 而且比較抗絲嘛 而且比較透氣 有這些優點 所以原則上 主要三種材質的重量保暖衣 我都有 OK 那 有的人會覺得羽絨衣很貴 的確它的價格是比較高 因為它有又輕又保暖 壓縮體積小的優勢 不過呢 這一件呢 我穿了六七年七八年了嘛 而且我日常生活中也都會穿它 OK 那這樣子下來 那是不是很貴 我覺得就是看我們自己本身對價值的很良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件衣服的設計 首先呢 它在它的袖口 跟它的帽子這邊 都是用 就是彈性的鬆緊帶 來稍微固定住而已 它沒有辦法再把它 好好的把它拉緊 只有下板的那一種可以拉緊的設計 也就是說呢 這一件 如果說你想要找的是一件在行徑間 可以穿這種羽絨衣 這一件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它首先它不抗風 OK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都講過 它其實不太抗絲 OK 好 那這一件就是 而真的要穿著走的話呢 如顯所述 就是我要穿著 然後再套一件羽衣 這樣才穿著走會比較好一點 好 然後呢 雙手口袋 OK 口袋呢 有拉鍊 好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呢 它的擋風片這邊 也做得很小 OK 所以說這個就是 我在台灣就幾乎九成的時間 都是到了營地 才穿上 然後睡覺的時候穿 搭配睡袋 來睡覺 好 然後 剛剛講過它的羽絨 是800 View Power 好 就很普通 很簡潔的設計 那 它 當然 因為羽絨本身壓縮度很高的關係 然後它又做得比較輕量 也就是說呢 它的羽絨填重沒有很多 也就是說呢 它 其實沒有特別的保暖 好 這個大家都講過 所以說呢 它有設計 它能夠 收納到它自己的口袋裡面 OK 我們把它收起來看看 看它到底收起來的體積有多大 好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OK 收起來大概就是這麼大 好 那 對我來講 它的優點就是輕 然後 保暖度可以接受 我想 對我對羽絨藝的要求 在台灣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下擺要拉起來的時候呢 一直我們如果是穿在身上 像這樣子 一隻手就可以操作 OK 要把它放鬆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 放鬆的是做在 縫在下擺裡面 我們要這樣子把它壓住 它就可以鬆開 就可以把它 像這樣子 OK